等等 说什么一笔狗像 就是你想的 哪一件 曾经受伤 眼上看月亮 别让故事无端 更好 温柔梦一场 终时我 亏欠了月光 红仇向殿下谢罪 当初是我护主心切 屡屡违背小神军的意愿 阻断您与小神军的情缘 令小神军千年受苦 至今难以安顺 这时非我所愿 此前的事情 就不必再说 不 有些事殿下应该知道 小神军一直深爱着你 他那时为了护你 不惜在你身上打下毁灭 让我伤不了你 动不得你 我只好趁他疗伤的时候 抽去了他的情绪 这些事情 小神军全然不知 一边是师门 一边是所爱 我明知小神军情深一重 却步步极力 贤主贤善受东华嘱托 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军 如今又不是要取拿阿音的性命 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思 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 是小神军一己私情重要 还是大则善众生的命重要 其实情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 正好 我们的缘 就此了解 华前 拳手中门 刷着你的眼 《碗山伤》 网着你的眼 小沈君深爱着陛下 却又不敢牵连大则山 只好捏断了情思 避开了你 他那时所说的 全部都是违心之言 他并非如我 如他所说 觉得水灵兽一文不值 可小沈君 即使被我抽去了青丝 却仍为你再次生了情 他想一生都守着你 甚至愿意为你放弃成神 但纵然阿英去不了神仙 我怎有办法顾回神仙 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以罢 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 都无法相守 我弹劾立于神威之上 必无藏伤 那时您从幼渝界回来命在旦夕 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混沌之血 为您蓄命 泪莫去离别 只不得 他怕您知晓后 不肯用此法须命 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后来 他终于问到了 可以帮您重塑仙体的法子 便四处寻找那几样 三界罕见的仙才 为您炼制着花神 又从华叔那儿求来了灵雨雀冠 所以小神君对华叔多有亏欠 才会给他御印尽力应他所求 他甚至还系上了自己一半的神 正因为有着花神丹所在 小神君才笃定 以为用他的混沌之力 可以封住你的仙谷灵丹 也伤不着你的分毫 可谁知 一差一错 死神说过话也永不想见却 神说过话也永不想见却 只神说的死神又不想念 是神说的死神又不想念 我又想太脚焦请枯萎 先承染莫瑟天 重够爱得 啊 从那以后 三界上下 九州八皇 他四處在尋 相見 是誰說的一生永不相戀 我用血淚抹去離別 幸福的遺憾 吻赴你到永遠 永遠 我今日说这些 只是想要殿下了解 自始至终 小神君从未想过 要放弃阿音 放弃你 即便是大色山玉南 他也一心想误全你 他做了这么多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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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我刚从河里抓了几条小鱼 烤着呢 一会儿吃 怎么了 这里是 睡傻了 大泽山进谷呀 刚找到小火凤的仙缘回来 你一回来就睡了一大觉 这都想不起来 看来真是累了 来吧 去等会儿修剑 给我烤完鱼 马上就能吃了 饿吧 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大泽山找师兄他呢 我们现在就在大泽山啊 我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 会好的阿姨 大泽山的一切 都会好的 好 桂花糕 好吃吗 我还没吃呢 你尝尝 好 好吃 怎么样 嗯 那个好玩 你看 我也是 我都会都会好 我要好玩 阿姨 我找到了 你 有钱 你的胶壳 你 你的胶壳 你 给你 帮你 我 那我 你 你 我 肯定 一年求爱 怎么了 笔墨浓淡 往事求我人 续一碰过忘情的 你上哪儿去了 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了 我去给你买点心了 大后生啊 你可得看好你这小媳妇 刚才她寻不着你啊 急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才没有 别哭 我在呢 跟我来 这两个吧 我要了 好嘞 好嘞 这个在我们这儿可是很灵的 这儿 你知不知道 在人间 一起买童心铁是什么意思 知道 你不是喜欢 阿姨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这些年一直都喜欢错了人 我之前跟你说过 华叔在梧桐岛上救了我 我便以为 我对他的感恩是喜欢 但我后来才发现 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华叔 还是凤影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还没听我说完呢 我后来才发现 我不仅是弄错了人 我还弄错了我的感情 我对凤影的感情叫感恩 至于喜欢 阿燕 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 陪我出生入死的人也是你 才是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人 是我真正 真正喜欢的人 这是在说什么 没听清我没说 这种话 你能说第二遍呢 我听清了 生辰快乐阿景 希望你往后 每一个生辰 我都能陪在你身边 我都能陪在你身边 所以你能陪在你身边 在雪岩或泛尘寻茶 在雪叶或泛尘寻茶 只想和你朝籁梦 啊 看人前心双 只想和你穿肩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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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你怎么会在我梦里 我 我看你在这儿睡着了 我原本只是想帮你抱进屋里 但没想到你的意识 要我进了你的梦里 怎么了 生气了 对不起 我下次 我没生气 没事 你刚才说你没有生气 红车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青丝的事情 大色衫的事情 你给我裂换神弹 所做的一切 你都知道了 之前的事情 一笔勾销吧 我学了几道人 人间的小菜 可以做给你尝尝 等等 真的 说什么一笔勾销 就是你想的 哪一件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晚后宛若梦一场 终是我归见了月光 封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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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我牧师更衣之时 你先暂避一下吗 如此大的梧桐岛 找不到一室暂避之处 你不是说 你做了几道人间小菜 想跟我供饮吗 我特地来接你的 我早已备好了 你先去吧 我随后就来 好 那我在那边等你 你不着急啊 你慢慢打扮 做朋友也是个 不错的选择 这话还真没做 当朋友的好处 你看啊 以朋友的身份相处 你可以没事的时候 去看看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 只要你能找到一个 合理的理由 你就可以赖在他的身边 不走啊 仙界时间那么漫长 很多缘分 可以继续的吗 你还真是好得不久 这些赖皮的本事 倒是亲囊相受啊 我这不是看阿九撞了南墙 想让他开心一点吗 来 喂 喂 喂 我还在这儿呢 好 什么啊 枉我以为跟你同病相连 找你喝酒 还被塞了一嘴蜜糖 我看你 也真是言传身教 这死皮赖脸的功夫 封印还真拿你没办法 过奖 只是作为一个过来人 有一些成功经验 与你分享一下罢了 是否真的成功 那也得看我心情吧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走 我自己去喝个够 阿九 阿九 我要不还是去陪他 喝几杯闷酒吧 阿九 还有一个逼干我 子月在人间有条通道 专引尚军入谋 并且冲击 不过也被袁起破坏 修衍 修衍 元启他们带了个入魔的幽君来 烈元祖 入魔太深已丢了神志 暂且压起来吧 看来九渊里那位登不及了 元启 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我们找到紫月了 就在弱水洞中 还等什么 走啊 不可 我一封已经探查过了 那九渊结界 已与弱水洞合二为一 若我们贸然行动 还有可能反而冲破了极限 我不管 我要救学院回来 再等等吧 我们怎有办法可以重新封印九渊呢 修衍 我见过那些弱魔的上君 兵姐威力极强 姐姐可是撑不住了 确实冲击得厉害 可我还算晚得住 好 既然如此 也算有些时间 我会尽快在青池宫的神界典籍中 找到方法 好 不过我耐心不多 你可要快些招 放心 那我们先告辞了 走吧 我 要不想 我要白费理解 您云山结界在我书儿手里 你找不到他的 如今我书儿已经晋升为魔神 等他稳住销毁 他就会来救我 这仙剑 迟早是我孔雀一族 华叔进了魔 我们需要三界协力 寻看下落 我近日看你脸色一直不好 可是有 我无妨 我先将黄牧鸭去填弓 你去照看燕爽 我随后就到 不要 你只有特别 我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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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特别 我确实 我们会把虎酒 看下落 我确实 你不敢 你竟然 我确实 我确实 你帮小 神君为何会扛不住天雷 是天法 当初贾力会约 骗取神光的神法 还没有收完 那既然是天法 我为什么会没有事情 他的意思是 您没事 他把所有的天节 全部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元气 主人 主人 没事吧 没事 几道天雷而已 无妨的 怎么会这么虚弱呢 难道是因为在凡间 妄动神法 所以法上加法了 小师叔 小师叔 仙君 仙君 小师叔 你快看 你拿我来四弟做事 小师叔 仙君 行善师兄 在下阿善 本也无门无派 真不是诸位的师尊 师兄 你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吧 他是天公星招的四十先军 竟与师尊的模样分毫不差 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能不能放我走啊 母神倒是曾经说过 祖神虽去 但仍关怀于天地之间 我想或许 是因为大则山弟子 为了对抗魔祖而牺牲 感动了祖神 让一切有容而回来于地 那到底是只有师尊回来 还是所有大则山弟子 都会重获神迹 山本圈 小师叔 你快看看 山本圈可有不同 小师叔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是师尊 整个大则山都重获新生啊 小师叔 秦义啊 从今日起 你来做大则山长教 我 现在整个大则山 就处你自立最深 不是你是谁 我 重启大则山 就指着你了 我 交给你了 按图所借 早晚可以一一找到 所有的弟子了 这些弟子之后 带到大则山 不想 当时鲜脉 便能重送 大则山鲜脉重送 我们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要一一找及弟子并不容易 只可惜我伤未痊愈 还无法跟千一同去找 你放心 其他的事情又交给我 你也知道 大则山一直是我最念想 又不敢念想的 我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他 再也弥补不了我的罪过 可还好 说尽到手希望 我是担心 你的身体 没事的 正好这几日我在 京师贡献养伤 若在这段时间 你与轻易找齐了弟子 倒是我们一同 重其他则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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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沿阳一起追 孤烟也满飞 欢迎却离开 狠狠自如情分 总是一位 就怎么会这样 自从你念盘归来之后 孝神君就这么一直撑着 如今他神缘耗尽 肉身消散 仅靠着元神剑的混沌之力 才勉强划行 也不知道这样 算不算是活着 都是为了大泽山 混沌真神的神力 虽然可以重聚先缘 但是想要复活大泽山所有的弟子 这点神力是微不足道的 我最大的罪过 就是因我重重 害大泽山覆灭 可他却舍命换回了所有人 弥补了这个罪过 大泽山重生之日 也就是阿英 重回三千之时 所以他本就算好了 那个时候 魔族动作越来越多 您又成为了众矢之地 小神君恐怕难在护您周全 所以才顺势下令将您软剑 今日起 将阿英进于四冰殿 此后靖族青池宫 不得再入仙妖两剑 直至大泽山 有重生之日 与其让他对这三界失望 不如让他对我失望吧 更何况 从而我想保护他 我又能护他到几时呢 我也确实后悔过 他不过是一只逆天改命 逆天而出的水灵兽 若不是我当初 在禁谷之中 偶然将他孵化而出 这一切他本就不该面对 不如让他忘了一切 去了青池宫 那里有母山设下的护山大阵 还有你的照顾 他定会无视 说他是我的劫难吗 或许我是他的劫难呢 让他忘了我 从今开始吧 我现在只想他好好活着 怎样都好 他根本 就没想把我用尽于此 诸事难料啊 没想到 您又为了小神君 闯入了罗叉地 当时小神君对阵臨敌 神力早已难知 若尽快让仙妖两边干净退兵 后宫不敢射向 也再更难后面周旋 以阿英现在的心理 无论他体内是否有魔 都会在九天玄雷之下烟消云散 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你们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吗 我愿意受九天玄雷之心 以证我轻白 阿英 冤起神君 阿英将虎尹从索仙塔放出来 造成今日落差地惨案 是阿英之错 请神君降下玄雷之法 阿英 我那时候为何偏偏不懂他 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为难 我还让他亲眼看着我灰飞烟 让他孤单等待一千年 但我捏白我 我还如此冷眼待呢 就算神圆 救我大泽山 可还有一分 为何会这样 主人寻你千年 最后寻到你 你仅剩的那一分仙缘 已经快要散了 所以主人 他才用他最后一分神缘 续练一无生计 求你放弃吧 神力救不了他 我便用我的神缘救他 不行 主人 这是你最后一分神缘 你若记出 将 将性命难系啊 主人 主人 阿英是被我害死的 若是我没有办法让他活着回来 是谁说过幻灵 是谁说过幻灵 哭在这个世界上 是谁说过幻灵 永不相见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是谁说过幻灵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我又生里莫生 是谁说的死生永不相恋 我又生里莫生 因为我 只顾的遗憾 奔赴你的我眼 凤衣 你为何在这儿 您怎么了 你骗了我们所有人 你说要找到所有人 大泽山山脉才能冲击 可大泽山已经好好的 所有人都回来了 我也回来了 这是你拿命换来的 所以这就是你告诉我的 两全之法 对不起 可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 束手无策 不是的 我什么都不要做 我会努力想办法 找了你那么久 好不容易把你找回来 好不容易把大泽山的大家找回来 我会想办法好好活下去的 是谁说过话也永不相见 我也不想走 想一直陪着你 我用血泪抹尺离别 只顾的遗憾 奔赴你到永远 你 我会救你 我会去找办法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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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很快 坐 哎呀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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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d酒 别客气 站住 三 三 三 随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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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姨 怎么了 院琪 你隐瞒了所有人 牺牲了自己 复活了大则山 最后一份神愿意为了救我 你需要我的风担 我难道会舍不得吗 你别听他们胡说 我不要你的风担 我好得很 好得很 袁神剑 你说 他还能撑多久 已残存在我肩身上的混沌之力 袁神剑 说 只怕不足三月 我可以救你的 婉姨 我好不容易再把你找回来 我知足了 你还可怕 千年前我失去了阿姨 千年之后 你忍心让我失去你吗 可我怎么忍心失去你 小春君 红仇姑姑 你能找到我 怕生何事 凤凰殿下 红仇深知从前做错太多 但凤凰和神君未曾追究 令红仇亏不敢当 近日洪愁无论如何 也要输出一件神界静谱 来弥补往日之过 日后 就算一合真神重罚 洪愁也甘愿 神界静谱 不过且来说吧 其实 要想让小神君重塑神源 除了奉丹 还有一个办法 有一物可替代奉丹 开启元神尺 那便是开戒元经 此物乃祖神为开辟各界 是留下的根本 它无根 无凭 不具武灵属性 却可以吸纳万物的元气 运养为先 所以只要在开戒元经上 附上殿下的凤燕 它便可以吸收殿下的本元之气 加以运养便可以替代奉丹 开戒元经在何处 这世上唯一留存的一块 乃祖神为封印鸣起 开辟九元煞玉石产生的 所以那块开戒元经 就在九元煞玉之中 九元 凤丹 神君 凤凰 末将一直在警戒北海 就在刚刚 玄池的弱水洞中 突然出现了浓重的魔气 末将等还未来得及 禀坐天地 不守兵将便被魔气吸了进去 听到了吗 此地完全被魔气惊人 听到了吗 很危险了 此处等我 凤尹 开戒元经和我的凤丹 你总要选一个的 总有办法的 你先别冲动好吗 只有开戒元经能够救你 此行我必须要忙 凤丹 元神仙 小凤君 凤丹 复尘 复尘 凤丹 别去 至少不是现在 如今之弱水洞 已与九苑煞鱼合而为意 若我们轻取妄动 很有可能会让九苑现世 你还记得 我与敖哥说要找到 封印九苑的方法 我如今已有发现 等我确定 我们再去找那开戒元经 也不迟 我会找到办法 何况不是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撑得住 好 那我们再想想办法 好 原来是要带我来这儿 真好啊 一切都没变 是因为有你 才会回复生机的 所以你让扶尘 拉着元神剑去喝酒 把我单独叫来这里 就是为了看看 此前你在大则山的时候 便就喜欢吃吃喝喝 我也与你说过 想做什么便就做什么 怎么舒服怎么来 酿豆腐 酱种子 还有这梨花酿 没想到 前年之后还能喝到 你亲手酿的 这是 人间好玩的玩意儿 他叫皮尹 他会讲述一段故事 你看 快吃饭 很可真 Pictures 问我 这就是人间的品语吧 我去 欢迎 这酒 丽花娘下次再与你喝 这酒是百日醉 为何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去涉险 但酒缘闪雨 无论如何我都会去的 元晴 这些年你做了太多 剩下的时间 交给我来的 别去 我来 从未随 朝着 可爱 这是修缘的属杀 所有重要的事情 他一定会记在上面 来 封印九元煞玉之法 以前棍台所诞生的神君本源 未计可重新弥补结界 再取真神神源 为所便可加固封印封击 九元重模 真神神源 难怪清零千年前 一定要取元启的神源 可如今元启他 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对我们很不利啊 要乾坤台所诞之神的本源 那就来取我的 虽然比不上真神 但只要能多付你魔神一日 只要能救出秀燕 你竟敢给我下套 元神剑 套路把你屁股柴 疼疼疼疼疼 疼 我身上那些好的不学 这些惯人百日醉的坏手段 学得倒是挺快 疯优疼疼疑疼疑疼疼疑疼疼疼疑疑疑疼疼疼疑疼疼疑疑疑疼疑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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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疑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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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现在又有敖歌助你 我也拦不住你 既如此 一起冒个险吧 混沌之初 这世界本为一体 祖神不想这世间过于寂寞 便取了神界的一部分 化作夏界 此时夏界还充满着混沌之气 于是祖神 便将混沌之气 分为了现在的仙气 妖气 与幽冥气 再以三界之高的地系为时 诸臣戒备 自此三界 气息分明 不不甘舍 从此三界诞生 分体而立 仙气 妖气 幽冥气 本就是混沌之气 分离而化 若是三气合一 也是混沌之气 没错 只要将三界的戒备撤除 三气合而为意 即便没有真神神源 依然可以封印九云 幽冥王 这便是我寻得的办法 你乃是幽冥之主 只王印 便能移除戒备 这确实是三界诞生至今 都未曾发生过的大事 它会让幽冥界气息变得混乱 幽军无法修炼 不过这万年来 我作为这幽冥之主 威严肯低压的主 但是仙妖两界 就没那么容易了 仙妖两界我自会想办法 只要你同意 倒是等我消息 三界同时撤除戒备 只需一刻中 便能让三气归隐 我相信你 真好 我们四个好久没有 这么轻松地在一起了 等日后 所有事情都平息了 我们倒是可以 经常在一起 听听风 看看雨 如今我们幽界 幽冥界 两大宝物都已拿到 只差天帝喜了 明日我便去找世尊 请天帝喜 即使三界 气息何宜 混沌风亦久云 但如今 华叔近神谋神 下落不灭 皇母又曾说过 他要得到天界 我担心华叔 会对帝喜出手 天帝喜只认天帝 并非谁想拿 就能拿得走的 也是 但我们还是多加小心 都已经来了 还犹豫什么 须有急事找我吧 师尊 我们想借天帝喜 封印久云 是缘起的主意吧 姑姑 若真如古书上所说 这个方法一定有效 你想打开三界界碑 用三界之气 合成混沌之气 然后用之镇压久云 没错 这主意很大胆 却值得一试 只是 帝喜 如今已不在我手中 帝喜不在 帝喜 已自动归位回 九宫塔之中 你们想要拿到帝喜 唯有成为下一任天帝 那我便去 这一阵天帝之位 我便去九宫塔里 去九宫塔里 拿到天际席 为何这往上走的云街 无穷无尽 找不到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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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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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呀 这么久没见 你去哪儿了呀 你可来了 若不是让轻瑜去找你 还真找不到你 你呀 一个女孩子 没事少往禁骨跑 有很多凶兽 很危险的 知道吗 危险的是那些凶兽吧 这丫头 成天凶巴巴的 那些禁骨的凶兽 见到他跑还来不及呢 怎么了 我就随口一说 你盯着我干吗 阿茵 师叔 你又欺负小阿茵了 我没有 还说没有 小阿茵的眼圈都红了 小阿茵 急着找你来 就是想告诉你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东华的关门弟子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真好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有一天 有没有小师妹 是 以后我也是师兄了 太好了 师兄的样子 太好了 是啊 太好了 阿茵 这剑碎呀 今日便赐予你了 我来吧 小师兄 小师兄 受你见罪 怎么了 不乐意啊 乐意 我乐意在见到师祖 师兄 那算什么 但我不能沉醉于此 你便是梧桐岛的凤影吧 是梧桐岛的 前辈时 清穷 清穷先尊 听问您在游历四方 为何会在这九宫塔里 选天帝是大事 这九宫塔的第二关望心境 又需要一名精通幻术的 先君把关 我就只有回来帮忙了 丫头 你是如何堪破幻境的 对 贤善师兄向来敬礼书 自然不会让阿静夺了剑碎 阿静敬重师尊和贤善师兄 也断然不会夺那剑碎 只是如此 的确不止如此 是因为眼前的画面 太过于美好 但我心中 却只有难过 当时还没有想起来 不过当我听到 他们教我小舍姑的时候 那一刻 大则山湮灭灭的画面 似乎又浮现在眼前 似乎又浮现在眼前 所以我不能再沉浸在 虚妄的美好中 大则山只有一处 他身 是我的山门 他王 亦无法替代 此事我要做的 便就是让这三姐 不再受到大则山那般的磨难 很好 好 您过关了 若做了天地 要记得这份初心 去吧 我 王 frase 吴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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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弟喜是我的了 华叔 你爹在此 你可想清楚 最好交出弟喜 并退魔君 姓姓 姓姓 华叔 你好好看看 到底是谁骗了你 蓝峰被杀当日 凶手被黑雾隐身 如今你好好看看 这人究竟是谁 当年杀蓝峰 杀林森乃是一套连环剑 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挑起先妖大战 如今巨妖帆就在她手里 她怎会不知道杀害蓝峰的凶手是谁 蓝峰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休得挑唆 那为何 蓝峰被害之后 你急着把红雀踢去仙谷 便去人间 辅助她吗 我陌生讨了这摧星咒法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你 听我号令 激起巨妖帆 打开渡氏妖门 开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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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人 惠人 你要做什么 你快回来 你若还尽重蓝峰 便看在蓝峰的份上 信为此 出品 还要勇气 睡觉 这广山的权 如华叔 罪无可赦 今日自请耗尽仙缘 将魔族永丰拒腰藩 我不求什么宽幼 只是我族人 乃被逼无奈才修魔道 而今我已将他们身上魔器抽出 求诸位看在他们身不由己的份上 不要赶尽杀绝 华叔将勇守聚妖藩 为族人赎罪 你已闯过九宫塔 是心已认天地了 该如何去做 你自己下令吧 孔雀一族 罪孽已由怀恕还清 从今日起 众仙族 不得刁难 为者 众仙族 众仙族 请遵天地之命 免礼 是 是 是魔器 在三界中来去自由 是名器 我们跟上九要份 走 这巨妖藩为何会孤零零地落在这里 因为针魔之气已被我取出 自然就没用了 您且 不 那不是他的本体 你别着急 带我打开九院 有的是时间叙旧 他在吸收那些被镇压在这里的魔器 他要让本体现身 阻止他 我 你果然聪明 可惜太晚了 三界的空气 还是这么好温 把他逼回去 三界的空气 三界合一便是神界的混沌之力 你逃不掉的民情 你死到临头 你还笑得出来 我笑的是你 敖哥 你可知道 修炎此前兵解封印九院 若不解开之前的封印 又加一道新的来封印我 那修炎将会跟我一样 永远出不去 若你现在终止手中的封印片刻 修炎便能借这一瞬逃出去 你不试试吗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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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清醒一点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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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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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吧 你们自由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严慎姐 你愿意陪我吗 三界阵法已毁 你区区一个空窍 何必过来送死 三界仇 有我最爱的人 我不会让你毁了他 原神剑 三界仇 三界仇 你竟然陷进了自己的混动本源 三界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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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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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神君 阿剑 火烟雁 夕人 為人 愚瞎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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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火鍋 煩 火鍋 火鍋 我们回大三山 好不好 我们现在 就回大三山 我这次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 没能陪你走到最后 是我的错 你一与思念 会有一句的倾斜 那么岁月 你在身边能活着 让我沉沦 不愿呀 不愿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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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 你以为 你流浪 以为 遍不 请等谁 你 就 求求他 求求他 愿兴 先 写去了自己的混沌文言 封印了鸠原 可是为混沌之神 文言消散 深隔难从 你不要救他 救他 混沌培圆没了 阿静等 不如再说话 我只要你下个季节铃生线 换我一句也甘愿 我只要你下个季节铃生线 换我一句也甘愿 我只要你下个季节铃生线 凤凰 小神君已经不在了 而我跟红仇也要即刻返回神节 您要保重好身体 节哀 你们要走了 元起元灭 终有一散 小神君毕生守护的下三节 就托付给您了 元起 元灭 元灭 他用尽全力想护住的下三节 他用尽全力想护住的下三节 我会替他守住 他用尽全力想护住的下三节 他用尽全力想护住的下三节 他用尽全力想护住 元灭 元灭 现在唯有魔神本源 才能帮他重塑神歌 待他神歌重塑后 一和真神才能用混沌之力 为他续上圣祭 我说为何一和真神不肯救他 我说为何一和真神不肯救他 原来只有我元灭可以救他 我身真的愿意救元灭 老朋友 好 你与元灭 虽花叶不相见 但阴阳可共生 修炎说的转机 本尊突然也有了兴趣 事实又何妨 你曾经有一事 在人间历劫 神圆尽散 本应灰飞烟灭 但元灭为你剁了一分神圆 祝你涅槃重生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那一分神圆 也可以救他自己 我炫病的九州八王 我炫病的九州八王 都不参寻的 不在心里 你也知道咱们的人命 你也知道咱们的人命 只要不过往情等又无安 细时就容颜 细时与回首之间 看悲酒轮转 看三生不还 看自路迢迢心不 相伴 在一生圆满 盼来世情长 盼花开 花谢在宫上 与你胸 随随 愿起 阿英不用担心 这是元起的混沌本源 需要回到元申之秀养 他都有多久才能回来 世间万物的生灭 不过机缘二字而已 你啊 不过非 你不想再问她 那有些今次要起了 美生啊 你不想要起了 那银人 不想好像 他们这边 从万物而生 说能将镇魂塔之中的混沌之力 带去吸取万物的灵气 便可加速缘起的冲伤 只要有一丝际遇 只要有打回来的可能 我做万事 又有何妨 eria 原来这就是妖姐的 我跟 你怎么能小眼神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们先妖两境关系向来不好了 你的治愈灵厉又那么稀有 小心一只妖捧出来 挖了你的内单吞了你 听到没有 你就跟我走吧 走走走 前两天才举过的 就在那边 挺近的 前往那儿是吧 对 你走 那儿有好多好东西的 是吗 你听说了吗 隔壁兔子窝间 撞了一只小仙君做追讯 那牧羊可真是俊强 据说这小仙君呀 本是只玉兔 觉得天宫无聊下凡游历 因为兔子窝有趣 才决定入坠的 时隔数千年 仙妖终于破出了隔阂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 修行了 是啊 咱们以后 可以一起切磋修为 把酒言欢了 如今仙妖 摒弃前嫌 友好晚安 仙祖来妖界 无需再用划心笔 这人真生了 我看你 我看你 要是吗 我看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有什么 是 你 我看你 多想你快些回来看看 看看如今的 太平绅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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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沧海桑田 顺兮万变 你我从前走过的街市 早已了无痕迹 但是那些我们喜欢的事 竟一代又一代的流传着 我跟人间的大厨 学了绿豆糕的新做法 我盼着你回来 做第一个品尝者 这个好多的啊 啊 林哥 你终于回来了 这是团圆之喜的灵气 我何时才能感受到这份欢喜 何时才能不这么孤单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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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